信耶穌的,我們一家也信了 所以我們一直祷告,祈求由神來帶領 所以你想像不到 一直過的日子很好的 他從來沒有什麼心臟病 他只是一種有一些糖尿病 一些的小問題而已 但是突發的時候就那麼厲害 弟兄姐妹,你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呢? 我來到Flasher的法拉盛的地方 你覺得到處都是人 到處很多的新移民寡僑,很安落 甚至滿陸陸的,有時候真的 日子就這樣過去就不知道,對不對? 你會不會覺得,怎麼一個星期那麼快就過了 但是有些人過得很苦的時候,覺得日子難過 怎麼那麼長,還沒有過一年 你怎麼樣去數算自己的日子呢? 法拉盛好像兩個星期之前又有什麼 又有一個旅遊巴士碰撞了一個車 然後把那個路盤的人,兩個人就當場死亡 送到醫院就死了 總共好像是死了三個 就在我們眼前,就在我們身邊 生命裡,那個人我聽一個報導說 那個人其實本來說 他立志,立定心志要早上起來做神運 做跑步的,結果那幾天就沒有了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 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難道我現在,你們有些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或者是三十 難道我們每一個人真的是能夠活到九十、一百嗎? 或者是可能再過五十年,我們一大半的人不在這裡 所以我們要知道我們怎樣的數算自己的日子 有人說有幾個數法 他說有一個生理的年歲 就是你媽媽生你出來 然後你出生證 告訴你到現在幾年幾月你幾歲了 姐妹們一般不想告訴人家你的生理年齡 要保密 然後呢 這個歲月不留人了 都是會慢慢的增長你的年歲 慢慢的老化慢慢的要面對死亡 另外一個叫心理年歲 有些人呢 他六十歲、七十歲 但是他活得很有幹勁 好像年輕人 好像二十、三十歲的那種的心態 充滿著力量 就好像那個聖經所寄的那個佳樂 他那種心志到年老八十歲的時候 摩西,你把這個敵人交給我 神要把他們消滅了 因為神應許了 他在年長的時候 年老的時候 他有一個另一個心智 就是這個心理的那種的年歲 我不知道你是覺得自己很老啊 還是覺得自己這個心理的年歲還是很年輕 然後那個智慧的年歲 有些人呢 活到八十歲的 還是很魚丸 很多頑固 很多做一些蠢事 他的年數很高 但是他的智慧還是停留在一個地步 但是有些年輕人呢 他沒有很高的年歲 但是他的智慧 接著神給他的體會精密了 那他有屬神的那個智慧 是跟一般的年紀的人不同的 你猜我幾歲 四十歲 我大學畢業 所以蒙昭 那個時候還沒有馬上去讀神學 已經工作了四年 在社會當中做工程師 然後蒙昇夫昭 再去讀神學四年 再結婚 再蒙昇拆去坐牧師傳道已經十六年了 那你就知道我大概幾歲了 五十 對了 明年就五十了 沒有任何的誇口 那你說 怎麼你們那麼看來那麼年輕呢 因為心態不同 要保持長長喜樂 長長的有神所施的生命力 你就不會那麼快的 這個面容的衰產 所以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年歲是什麼 我們再看 就是那個靈命的年歲 原來每一個人 如果沒有這個靈命的年歲 都很快會過去的 但是主耶穌憐我們 神恩待我們 藉著我們認罪悔改 接受祂做救主 我們的靈命 屬靈的生命 這個永遠的生命就開始了 我是1988年信主的 1月28號 你們知道你 那個重生得救 那個認識了上帝 認識了自己是罪人 悔改 接受祂的那個年日嗎 你們常常會慶祝你的生日 對不對 但是你們有記得 你重生得救的那個日子 那個日子 那個日子比其他的那個年歲更重要 因為它是帶你到永恆裡面去的 所以你要知道你什麼時候 真的是不一定是某年某個 但是你確實要知道你有屬靈的生命的開始 可能具體哪一天你不一定知道 但是你一定很清楚的 就是好像你媽媽生你出來之後 他一定給你一個身體 有個生命 然後你慢慢長大之後 你就問媽媽 到底我哪一天哪一日 是生的 他就會告訴你 同樣我們從聖經裡面 就知道我們屬靈的生日 已經開始了 已經是在基督裡面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 成為一個有生命的人 但是有了這個年日 有了這個生命 詩人摩西就在這裡 從九十篇裡面告訴我們 我們這裡有神生命的人 或者是沒有生命 有些人還沒有信主 應該怎樣的來面對我們的日子 怎樣來數算 他這個詩篇太寶貴了 我們一起來看 詳細的來看九十篇 他首先告訴我們 人如果離開了這個真神 終歸成主 一到第三節他說 主啊 他稱這位神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們的居所 他認識到 他生命是有一個主的 這個主 我們回到剛才那個 就是你世世代代做我們的居所 就是用我的powerpoint就可以了 我們全部聖經在裡面 謝謝 主啊 你世世代代做我們的居所 他意思說 這位創造生命的主啊 你 我願意住在你裡面 我願意住在你的居所裡面 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的 都住在你的居所裡面 如果我們沒有神做我們的主 做我們生命的主的話 你沒有家 為什麼人離開上帝之後呢 覺得很空虛啊 你有任何物質的滿足啊 情緒的滿足啊 這些都不能填滿你的心 因為神造了我們 他使我們成為一個有靈的活人 這個有靈的活人 是跟這位萬物之靈的神 是有關係的 當然人不認識他 離開他 不敬拜他 不理他 不感謝他的時候 人就會找其他的東西來代替這個神 所以人 就變成 理神越來越遠 結果就帶來空虛 帶來思想 但是他們也找不到這個故鄉是哪裡 但是感謝主 摩西他知道這位神是他的居所 所以天堂不是強調的這個地方 天堂是強調的是哪個 誰跟你住在一起 誰跟你在永恒中共活 這位創造主愛我們的主 他是我們的居所 只要我們住在他裡面 我們的人才有滿足了 所以群山上位生主 他這樣形容這位神是怎樣的神呢? 大地和世界裡未曾造成 從永遠到永遠你是神 弟兄姐妹 你想想什麼叫永遠到永遠 你出生是在這裡 你一直過二十歲、三十歲 可能到八十歲的時候 到那個甘情那邊 永遠到永遠是什麼? 從很遠很遠 地球的那一邊到地球的那一邊 整個宇宙都測量不到的 他那種的時間空間的永遠 神道從永遠到永遠 他是永存的 而且是一直存留下去 他是自有擁有的 耶和華的意思就是自有擁有 他不需要人創造 他不是任何東西創造 他是創造萬有 他是赤生命 他是我們存在的源頭 也是自有擁有的 然後呢 哇!我們所認識的這位神 我們還沒有出生群山 任何宇宙萬物的 還沒有被造的時候 原來神已經永遠到永遠 一直存在著 他說 這位神呢 他也定義要死人歸回全土 說 世人啊 你們要歸回全土 弟兄姐妹 你聽到這個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 好消息 好消息 為什麼呢 你要死 要歸回全土還是好消息 中國人是說 成歸成 土歸土對不對 其實也有好消息 也有壞消息 因為人本來被造的時候 是永遠跟神活在一起 享受他的同在 管理他所造的天空的鳥 海裡的魚 地上的萬物的 是那麼尊貴榮耀的身份 神以他的冠冕 為我們的冠冕 他的榮耀為我們的冠冕 使我們能夠 在地上與他同活 一同的來管理享受 但是人犯了什麼? 罪 人不聽神的話 人違背了他的命令 人要自己做主 人要自己說了算 結果 神說 你吃了這個分辨上了樹的果子 就什麼? 必定 必定死啊 你們讀過聖經了對不對 神說 如果你不聽我的話 你要自己做主的話 你不信我 你要信自己 你要自己要去選 你就選擇了一個惡果 就是死亡的道路 所以結果人就有了死亡 而且這個死亡就與神隔絕 沒有生命的 就是永遠不能跟神在一起的 他肉身的生命可能八十七十一百都要死 但是呢 神其實也有恩典 如果我們這種驕傲的人 那種敗壞的人 那種敗壞的人 永遠地活下去 好不好 就不好 你想一想 如果你的生命沒有改變 如果你的生命是一直的自我中心 你身邊的人 如果世界上多幾個希特拉 或者是那種很惡道的 或者是包括我們自己 一直活下去 沒有神的改變拯救的話 我們真的是很苦 所以死 要我們歸為全主 也是另外一個神的祝福 但是神最終的祝福 是要我們永活 所以讓我們一看 當亞當教法犯罪之後 他講到地就受了咒詛 所以為什麼現在那麼多天災人禍 為什麼那麼多地震 這一種的風災 這一種的饑荒 這些都是因為人的罪 離開了神 地也受到咒詛 還有很多的假東西 人的罪把整個大自然也污染 把食物把很多都弄來 真的是害死害人 然後人就要 縱苦的生活 汗流滿面才有飯吃 知道我們一起讀十九年 你必以汗流滿面才有飯吃 直到你歸為成主 地主 因為你是從地主去出來的 你既然是成主 就要歸為成主 弟兄姐妹 總的來說 是人離開這位真神之後 人犯罪之後 就什麼 必歸成主 沒有選擇 因為這是罪帶來的結果 而且 我感謝主 我的父親 他年長的時候蒙恩得救 他是一個很堅固信仰 共產無神論的一個人 但是他看見神的作為 看見神的真理 他後來會感謝新的主 新的主宗 他在2006年的時候 我一起陪他回老家江西 他談到說 有些人現在都會為自己買個墓地 因為落葉歸根 我們是從江西長大 江西來的 所以他就說 我可能都要愛他說 爸 你這種心態 面對死亡的心態 沒有那麼的去怕 真好 我幫你和媽媽買這塊地 預備吧 他那個時候很健康 我們也是很坦然的去面對 結果他就買了這個那麼美的地 你看 這麼好 在中國大陸不能土葬 一定要火化 火化之後 把那個盒子放在裡面 然後輸一個杯 所以 他知道他的身體 有一天也要歸為成土 他更知道 神已經為他預備了更永恆的地方 就是神自己的存在 所以人生 人離上地 摩西告訴我 人離開這位真神之後 必定歸為成土 所以各位 你現在很清楚自己有永生的舉手 很清楚自己已經有了永生的舉手 感謝主 如果你還不清楚 還在了解 到底我的生命真的是有永生 所以摩西就繼續說 摩西就繼續說 人生很短暫 而且是很無奈的 好像一些叹息 好像一種 勞苦愁煩的那種感叹在裡面 而且轉眼就消逝了 所以他用了幾個比喻 用了 又像 好像 好像 六個像 一個如 大家注意 有哪個六個像 他說 在你看來 天年 好像 剛過去的 昨天 就是神的那種永恆 他的時間的永恆的 這種的存在 相對我們 這個有限的 犯了罪的人 這種年日來說 就 一千年 都好像 剛剛過去的昨天一樣 就是 意思說 就算你活到一千歲 相對於那個永恆的 神的時間 只是 過了昨天 但是神 要吃給我們永恆的生命 然後 他說 人的生命就好像 什麼 夜裡的一根 現在我們不需要打根了 我們在看手機 看那個錶 以前古代的時候 在以色列的地方 他們一個晚上打三根 幾個小時 噔 那個人就知道了 打了三根之後 你天亮了 原來 他說 你的人生啊 好快過的 你打根的時候 可能你都聽不到 你不知道 已經打過去了 所以 你現在 看來 我的前面還有三十年五十年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這個根 打在哪 什麼時候 我們就沒有了 所以 他說 你死人消失了 當我們不認識這位永恆的主的時候 打幾根 我們就 就跟這個永恆沒有關係了 我們就消失了 然後他說 那時候 又像什麼 被洪水沖去 另外一個像 就是人生 活在地上 哇 像洪水一樣 不斷地 衝 很快 很急 然後我衝過去 就沒有了 大家有沒有去過那個 Neguara Falls 尼迦拉瓜大瀑布 哇 你在那個瀑布下面的時候 看到那個流水 那麼厲害 但是 這秒鐘的水和下一秒的水都不同了 因為 他就是形容一個人生的消失 哇 一直沖一直沖 人就在這個永恆中消失了 然後他說 他們好像睡了一腳 睡了一腳 另外一個翻譯的 原文的意思 如做了一場夢一樣 你們有沒有唱過一首歌 仰山與夢 夢裡百分塞冬 人生如夢 夢醒不封西東 真的是有時候真的是睡覺一樣 醒了之後 怎麼我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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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這個事 怎麼我這樣的浪費了我的年日子 怎麼我這樣的過日子 到底我為了此為什麼 就很多的無奈 做夢一樣 然後呢 他繼續說 又像 早晨什麼 生長的草 早晨那個草 哇 很有生命力發腕的成長 但是呢 晚上就 雕毀苦干 因為在以色列的那個地方呢 早晨和這個 太陽呢 到中午的時候很厲害 然後很快也會苦干 所以說 我們 無論 你現在 你多麼的皮膚那麼好啊 特別是姐妹喜歡保養 你有作文的時候就很緊張 但是都會苦干的 我知道你不喜歡聽 但是 也可以好好的保養 但是也是會 身體會水長 一個八十歲的年 年面 永遠比不上 一個三十歲 二十歲的少女 一個青春的女孩 因為 我們的生命就是這樣 會過 好 還有呢 他說我們一生的年日 都在你的震怒之下 我們 在神的震怒下消失 難道神不是此愛是美好的嗎 為什麼會震怒呢 請問 弟兄姐妹 為什麼神會震怒 好 我們這要看 我們 度盡的年歲 好像一生叹息啊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摩西做了一個普遍的觀察 不是說每人一定神都應許你 有七十歲 他只是一個general observation 一個普通的觀察 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 如果強壯的時候呢 可以活到八十歲 不錯 請問這裡有八十歲以上的舉手 為他們來一個掌聲好不好 他們是屬於強壯的人啊 有些人不敢舉手 怕人知道你的年日 活到七十八十的時候 就不要怕了 我們是感恩的 活到那麼好的日子 而且有八十歲 繼續為主活 然後呢 但是就像是我們活到七十八十 在其中的誇耀是什麼 不過是 一起來讀 不過是 是老苦重返 我們的年日 便轉眼即是 我們也如飛而去 各位 當我們知道神是這樣的 一位神的時候 我們有什麼回應呢 我們繼續在看 下面 原來我們在神的憤怒之下 我們一聲嘆息 弟兄姐妹 你有沒有看見你的年早的老爸 或者是你的公公婆婆爺爺 有時候呢 活到年老的時候呢 唉 唉 哇 我真的很怕聽到這個聲音 因為看到老人家 聽到他那種嘆氣 哇 裡面有很多的意思 很多的無奈 很多的感嘆在裡面 可能有一些的願望沒有達成 可能做了一些事很後悔 可能有一些的 都不滿 人生原來有時候就是這樣 因為離開了神 沒有按著他的意思來行的時候 很多的嘆息 但是呢 不單嘆息 最可怕的就是在神的怒氣 烈怒之下而滅亡 所以摩西繼續地提醒我們 神不單有憐憫、有慈愛 他親眼地看見在新海上的時候 神從天上降臨在這個山頂上 哇 那個煙啊 那個烏啊 那個火啊 那些以色列人 他說 摩西亞 請不要讓耶穌阿神跟我們說話 你跟我們說話算了 如果我聽他的話 我就馬上死了 因為神也是聖結的 不允許一樣的不結和罪 當人不敬畏他 不按著他該受的敬畏來準備好自己 來見他的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滅亡 我們就死了 所以有些不信主的人 因為信耶穌 你叫耶穌在我面前顯現 讓我看一看我就信他 如果真的耶穌向我們顯現的時候 還沒有準備好沒有信他的人 就馬上死了 因為他太聖結 他有權力 他是審判的主 他是公義的主 因為我們有罪的時候 要面對他的審判 我們就不能存活了 所以 他說 神把我們的罪孽擺在祂面前 把我們的隱惡 原來人除了有罪孽之外 有一些隱藏的惡 有些人你在外表當中是不錯 還好 我沒有性質的時候 我其實也不錯的 我的成績也很好 做了一個好學生 做了一個蠻聽話的孩子 但是 當我認識到 聖經認識到這位神的時候 哇 被神的光一光照 讓我看見 原來我說 跟同學去圖書館 我就騙我媽 我去打阿將去賭錢 我說 我去補習 結果就跟那些同學 去看那些環色電影 我說沒有上帝 很驕傲 原來這就是自義 我信我自己 我靠我自己就可以了 這種驕傲 非常悖逆大的罪 所以 你承認自己有罪嗎 你承認自己有罪 你有隱惡嗎 你知道你的良心 但是你 你連你的良心 有時候你就過不去 因為我們每個人 都虧欠了神 創造我們 原有的那種的榮耀 原有的那種的本性 有愛 有憐憫 有謙卑 有這種節制 有各方面的美好 但是我們不聽神的話 我們用我們的自由 離開了神 做我們要做的事 說我們要說的話 結果我們得罪了很多人 最大的就是得罪了這位神 所以我們一生的年度 都在一個震怒之下 所度盡的年歲 就好像一生叹息一樣 然後 他的震怒 現在有沒有像我們發作 其實 在羅馬書他說 那些不前不一的人 都在他的震怒之下 但是這個震怒 還沒有完全像我們現在發作 如果發作的時候 我們就滅亡了 聖經也提到 有一天 他要完全來做審判 而他的憤怒要臨到世人的時候 我們一起來読 按著地命 人人都有 都要一死一次 死後還有審判 照樣基督為了煩燈許多人的罪 也曾經一次把自己獻上 將來他還要再一次一次顯現 不是要擔當罪 而是要向那些惡劫 期待他能成全救恩 感謝主 人人雖然有意思 時候有審判 但是這位耶穌基督 他來承受了我們的 神給我們的憤怒 所以為什麼 我們再看一下 為什麼 世人會覺得 我們有神的憐憫 如果沒有神的憐憫的話 沒有神的愛 我們每一個人都滅亡 神愛我們 祂拆祂的兒子 來擔當神的憤怒 祂讓我們知道祂的慈愛 我們再看摩西怎麼說 誰曉得你怒氣的威力 誰按著你該受的敬慰 曉得你的憤怒呢 求你教導我們怎樣 鎖散自己的日子 好使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耶穌華要到幾時呢 求你回心轉意 求你連續你的仆人 求你使我們早晨 寶藏你的慈愛 好使我們一生一世 歡呼喜樂 你使我們受苦的 和患難遭難的日子 有多久 求你使我們喜樂的日子 也有多久 這個翻譯本是新一本 不是和和本 所以有一點點不同 因為它裡面的意思 我覺得也蠻好的 所以這一段是用新一本 好那神告訴我們 我們既然知道 神祂自己是永恆的 神要我們永遠跟祂活著的 但是我們又犯了罪 我們的又要歸為成主 又要面對神的憤怒的審判 那我們該怎麼辦 他說求主幫助我們 知道怎樣的警醒 不要覺得我們就一直浪費 我們的時間 我們的日子就一直過下去 而是要早早的 早晨就要保佔神的慈愛 以致我們呢 雖然在地上仍然有痛苦 因為這個痛苦神沒有拿走 耶穌說你們在世上有苦難 但是你們可以放棄 因為我們已經勝過了世界 所以耶穌祂沒有把苦難拿走 祂是要在我們遭難遭苦的日子 使我們同樣喜樂 太寶貴了 所以耶穌祂來 我們一起讀 因為我們排管弱的時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為罪人死 為依人死的是少有的 為人人死的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前面了 所以我們感受神的憤怒 但是耶穌基督為我們承擔了 祂為我們的罪定死了 神看我們的時候 祂看我們成為一個什麼 藝人了 我們再看 現在我們靠著祂的血 稱義了 更要借著祂的 借著耶穌基督的免去神的什麼 你今天能夠坦然來到這位聖結公義的神面前敬拜 是因為神憐憫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什麼好行為 也不是因為你常常來敬拜 你受了洗 是因為我們都是罪人 蒙了耶穌基督替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流血 剛才我們主餐的時候 紀念祖 然後免許了神的憤怒 所以神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我們怕不怕? 不怕 因為沒有信主的人一定會怕 神怎麼辦我們就變完 但是我們信了主的人 就切忘的來見祂的面 與祂同住到永遠 因為我們以前做仇靈的時候 是借著神的兒子的死與神和好 你看多麼大的福分 被稱義與神和好 因祂得救 並且還要什麼? 借著祂以神為樂 所以如今你可以在這個苦短的日子當中 仍然與神為樂 感謝主 下一章 我媽媽她信了主 她面對死亡 這種威脅的時候 她做了大手術 在康復的時候 她很有信心也有平安 她說我把一切交道給主 結果後來有腦溢血 導致她大小便吃進 醫生說這樣的情況 她不能過多久了 當我聽到一個消息的時候 也是很難過 雖然知道她有永生 但是生理死別是一種痛苦 耶穌來到世上的時候 她也流淚 看到拉山路死的時候 看見那些人悲哀的時候 耶穌也同情也流淚 所以當時我守著我媽媽 最後的一個星期在那個療療院 不好聽的講一句就是等死 但是在那個星期裡面 我媽媽心中很平安 我握著她的手 常常讀聖經 祷告 告訴她媽 你放心吧 耶穌已經為你預備好的地方 祂帶你到更美的地方 比我們預備的這個家更好 你放心吧 神會給你力量來面對這個死亡 你不需要怕 我媽媽說一點都不怕 所以在家人的讚美 祷告聲中 她就安睡去世 在沒有去世之前 她的口很乾 我就不是說拿點水沾她的口 當我沾她的口的時候 我體會到耶穌多麼愛我們 因為耶穌這位無罪的神的羔羊 在十字架上的時候 她同樣是很 她說我口乾了 人家就把醋沾在她的口上 突然間我想起 你的痛苦耶穌明白了 耶穌曾經也做過人 她明白你的痛苦和死亡的那種感覺 但是她得生的死亡 她死而復活了 我們信她的人也要復活 所以當我這樣來面對 跟我媽媽一起面對的時候 心裡面雖然有難過 但是仍然能夠靠主 有平安 很多人面對母親 就是六月十九號的事情 我現在今天這十月一號 幾個月之前發生的事 但是神醫治了 讓我能夠走出那種的悲哀 甚至前幾個月 前一兩個星期 我去那個 Flushing的一個勞療院 勞療院看見病人 哇!看見他們的時候 馬上出緊身心的想到我母親 應該是很悲哀的 但是神把喜樂的披上來 我的身上取代了那個麻痺 讓我可以關懷他們 為他們祷告 所以在苦難中 神是喜樂的 神要我們的生命活得豐盛 要把這個福音 把這個愛 把神的工作一直做下去 所以最後 他說 要為主做功了 願主堅定我們所做的 他說願你的作為 向你的仆人彰顯 願你的威嚴向他們的子孫寫明 一起讀 願主我們的神的恩慈 臨到我們身上 願你為我們的原物 堅定我們所做的功 願我們所做的功 願你堅定 所以當我媽媽回了天家 我把她的骨灰燒了之後呢 帶到中國江西 安站在我父親的旁邊的時候 我帶著我的兒子 告訴他 媽媽 你的 Bwampa 你的爺爺奶奶 已經在主耶穌那邊安息了 我們要繼續的 靠著主給我們的信心 來過我們的生活 我們繼續要傳揚 耶穌基督的大愛 和他拯救的福音 耶穌說 一起讀 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信我的人 雖然死了 也必復活 我告訴他 媽媽的遺體 這個骨灰放在這裡 有一天耶穌在來的時候 要使他的身體也復活 身體要得手 像耶穌一樣有榮耀的身體 永遠在這個新天新地裡 因為你們 很多人信耶穌只知道耶穌為你死 不知道耶穌為你復活 沒有盼望 但是耶穌的復活是真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這種的信心和盼望 多做主公 好好地為主而活 所以今天 神藉著摩西的這個 十天九十天提醒我們 如果沒有神 我不知道你 有沒有相信這位真聖 如果不接受祂的話 沒有信靠祂的話 我們帶著我們的罪主 必歸神主 而且永遠的滅亡 但是神愛我們 祂知道我們延伸黨戰 轉眼消逝 主憐憫我們 祂拆開祂的兒子來拯救我們 祂要堅定我們的功 繼續為主而活 最後我們一起來 唱一首詩歌結束 這首詩歌 我一直唱的時候 我非常感動 是小敏 一位在河南的一位基督徒 他沒有讀什麼音樂 神感動他寫了一千二百多首詩歌 這首詩歌 他就說我們要有的 求主給我們一顆心 為你而活 求主給我們一顆心 不要被世上的 各樣的 你的生活啊 人事啊 煩惱 過去的失敗啊 自己的一些打擊呢 藏住了 不要被這些東西困擾著你 求神給我們力量 不要滑倒 使我們能夠 在祂的恩典中 繼續走餘下的幾里路 幾里路 真的是非常好 無論是在何詩何番 求神來保守 我們一起來 唱這首詩歌 如果你不會的 你可以跟著唱